众人被困地下无法逃生 只能喝水的他们该如何生存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喜剧阿布 今天给大家带来英国精总恐怖电影 饥饿难耐 故事开始 诡异阴森的气氛在黑暗中到处蔓延 故事的主人公一声乔丹 骤然从昏迷中醒来 他疑惑的声音在周围不断回响 由于身手不见五指 他只能够回来 他只能伸手不断摸索着身边的事物 突然他的耳边传来一个男人雄厚的声音 男子自称格兰特 他表示自己和乔丹一样 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 紧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不仅如此 乔丹还从地上摸到了一个卷发男人 这个男人好像受伤了 他一直没有动静 乔丹从他脸上湿润的液体 可以判断出 他的面部有大量的鲜血流动 随后受伤的男人在黑暗中满然起身 他暴躁的行为让场面瞬间陷入混乱 可兰特为了安全起见 直接出手将男人暗倒在地 他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现在他们必须要齐心协力 弄清楚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话音刚落 又一个男人说话了 经过沟通后 众人判断出 他们所在的地方 有五个人被困 分别是两女三男 与此同时 一个神秘人胡子哥 正通过屏幕观察着乔丹一行人的动静 他安装的夜视仪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乔丹一行人的一举一动 地下一天零五个小时后 胡子哥察觉实际一到 于是他用电脑 启动了乔丹一行人 所在地方的灯光 此时的乔丹 因为骤然启动的灯光 而感到眼睛有所不适 经过适应后 他看见了周围所有人的长相 身材强壮的格兰特 性格暴躁的卷毛 微微诺诺的黑发哥 以及拥有文静外表的阿美 这时被困的五人 发现他们身处于 一个较为宽敞的岩洞中 岩洞的墙壁上 有一个被封在铁栏里 按天数走动的计数器 还有一个看起来 不久前被封堵的砖墙 随后卷毛率先进入了 岩洞旁边的走廊 走廊的尽头是一扇木门 众人急忙紧随其后 伴随着卷毛暴躁的吵闹声 木门被胡子哥用电脑打开了 众人见状立即冲进木门后的房间 这一刻众人才明白 他们所在的位置 是一个极深的地下 而他们现在所在的房间 上方就是出口 但周围都是纯直的岩壁 没有任何着力点 徒手攀岩 是个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格兰特看到房间的中央 摆放着四个铁桶 打开铁桶一看 里面存放的竟是清水 他计算过后 告诉众人 这里面大概有750公升 足够所有人用两个月 紧接着其他人在房间里 发现了毛坑和厕制 这些发现让众人更加绝望 因为这些东西足以证明 把众人带到这里的神秘人 想要他们在这里生活很长时间 想到这里的卷毛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他跳上铁桶 大喊大叫 并不断挥舞双手 谁知他竟无意间 扯断了房间的灯泡 而格兰特用手测量着 卷毛扯下的电线 虽然电线超过9英尺 但这根本没什么用 随后卷毛不顾格兰特的劝阻 用铁桶里的清水 清洗着自己脸上干枯的血迹 格兰特表示 他们估计要在这里 待很长时间 最好不要污染水源 自己希望卷毛可以冷静一点 不要冲动 卷毛听完后 觉得格兰特再看不起自己 之前他被格兰特轻易制服时 就对这件事有意见 再加上这次的说教 让他更加不爽 于是他准备将弹吐到铁桶里 以此来反对格兰特的说教 但他还没吐出来 就被格兰特按在墙上 众人见状急忙劝阻二人 乔丹表示 自己知道卷毛想从这里出去 大家都想出去 但在出去之前 大家需要这些水 阿梅此刻也出声劝告 卷毛不要这样做 由于卷毛对文件的阿梅抱有好感 所以他答应众人不再污染水源 很快时间飞逝 地下第三天 此时众人都在最深处的房间休息 他们还将存有水源的房间 命名为储物室 这算是在苦中作乐 最后格兰特继续自己这几天的行动 他用压扁的水杯 挖掘着墙上的砖墙 他觉得砖墙背后 一定隐藏着某些东西 说不定就是离开这里的通道 这时黑发哥询问格兰特 如何用水杯挖穿砖墙 格兰特告诉他 自己只需要取下一块砖 那么其他的砖就会随之松动 到那时砖墙会很容易打开 自己有着20年的建筑经验 破坏建筑可是自己的专业 一旁的乔丹听完后表示很有道理 然后他还提出一个想法 那就是他觉得他们五个人被困到这里 说不定是因为他们之间有某些相同之处 众人赞同了这个想法 于是他们开始纷纷自述情况 格兰特和乔丹都是单身 卷毛依旧是不愿意和众人沟通 而阿美声称 自己在正当防卫中杀害了经常殴打自己的男友 格兰特听完后也说出了 他谋杀癌症妻子的事情 只不过这是他妻子的要求 眼看众人都纷纷坦白 卷毛顺势说出了自己在抢劫时杀害店员的事情 但他毫无悔改之心 他觉得是店员准备拿枪杀自己 自己才会杀人 自己是正当防卫 花音刚落 黑发哥急忙表示 自己可没有杀过人 自己不是杀人犯 自己出现在这里是错误的 卷毛听完后觉得黑发哥在挑衅自己 他直接上前揍了黑发哥两拳 与此同时 胡子哥正在微笑着盯着屏幕 他听到了乔丹五人的对话 他们说的都是错的 他绑架他们 只是想进行一个实验 他们各自的身份 只是为了让实验充满变量和多变性 地下第四天 众人在铁筒上竟找到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手术刀上还有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没有食物 人类不可能活着超过30天 众人都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但乔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他告诉众人 手术刀很适合切割皮肤和肌肉 这是一把切割人肉的刀 此时众人终于明白纸条上的意思 随后格兰特和卷毛 因为争强手术刀发生冲突 格兰特想守护手术刀 不让其他人动可怕的念头 卷毛则是想要掌握一把武器 正当冲突越发激烈时 阿玛突然声称 自己听到有音乐传来 众人立刻停下手中的动作 而格兰特此刻将手术刀收入怀中 随后众人寻声赶到储物室 他们听到储物室的上方确实有音乐传来 于是他们共同朝着上方不断呐喊 持续强烈的呐喊声 惊动了地面一对开车来旷野 寻欢作乐的情侣 这对情侣质疑地寻声走去 他们找到了一个被铁锁锁住的木盖 木盖下风就是一群人的呐喊声 不仅如此 木盖旁还有一个绳梯 正当两个人准备打开木盖时 突如其来的麻醉针将他们打倒在地 等到他们醒来时 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车内 更恐怖的是 他们乘坐的汽车正被人推动着 朝着前方的湖水缓缓前进 伴随着情侣绝望的呐喊声 汽车坠落湖水 慢慢沉向湖底 而胡子格面无表情地望着这一幕 他想到了自身的部分经历 底下第五天 乔丹和阿美开始聊天 阿美表示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很冷 自己想从乔丹那里知道 人在持续饥饿的状态下 到底会怎么样 乔丹告诉阿美 饥饿阶段分为三个阶段 目前他们身体的热量来自于最后一餐 在持续饥饿的情况下 身体内的脂肪会减少 身体的系统也会受损 血压和体温都会下降 第二个阶段能维持几个星期 在消耗掉全部的脂肪后 身体就会开始分解肌肉 因为低血压的原因 他们会变得头晕虚弱 走路都得小心 以防摔倒 而他们的情绪会反复无常 时而兴奋 时而暴躁 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身体的养分被消耗殆尽后 身体系统便开始衰退 器官逐渐收缩 最后所有功能停止 也就是迎接死亡 之后几天 众人的身体跟乔丹说的一样 在慢慢改变 每个人的情绪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格兰特依旧天天用水杯挖掘砖墙 乔丹则在一旁帮他 他和乔丹的感情 因为性格相合在不断升温 卷毛将眼壁上的台悬啃食殆尽 他的情绪越发暴躁 黑发哥则开始圈扬蟑螂玩耍 而阿美仅仅是坐在地上 减少活动的次数 他觉得只要活动的越少 存活的概率就会越大 至于胡子哥 他看着众人鸡肠碌碌的样子 回想起了自己年幼时的经历 他和母亲遭遇车祸 冲出公路 由于公路比较偏远 母子被困在车里几个星期 母亲在车祸时当场死亡 他为了活命 毅然决然地拿起玻璃碎片 割下母亲手臂上的肉 为人活救后 他开始思考饥饿对人类的意义 他认为每个人在遭遇饥饿时 都会做出和自己当时一样的举动 这也是他绑架乔丹一行人的原因 他一直在记录乔丹一行人的所作所为 他知道乔丹一行人很快就会做出 和自己当时同样的决定 地下第十几天 格兰特终于将砖墙上的一块砖取出 在他的号召下 虚弱的众人勤心协力将砖墙踢倒 但之后的事情让他们更加绝望 砖墙后面没有出口 只有一个狭小房间 房间里有一具干尸和一堆骸骨 众人这才明白 他们不是第一批受害者 上一批受害者已经死了 而且从尸体的状况来看 上一批受害者选择了吃人 这时乔丹察觉出格兰特的状况不对 身为医生 他判断格兰特生病了 格兰特只好告诉乔丹 自己有心脏病的事情 乔丹知道后很失落 因为没有药物 格兰特的死亡是迟早的事情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和乔丹的对话 被躲在一旁的黑发哥听到了 与此同时 胡子哥正在观察着黑发哥此刻的反应 他知道真正的实验 现在才正式开始 地下第20天 乔丹向格兰特介绍了自己的生活 他是一名夜班医生 所以他几乎只在晚上活动 他从来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这么向往阳光 而格兰特为乔丹念诵了 自己写给女儿的诗 一首喜爱阳光的诗 乔丹听完后表示自己很喜欢 与此同时 阿美找到卷毛 他将黑发哥告诉自己的事情 说了出来 那就是格兰特生病的事 于是卷毛趁众人睡觉时 偷偷从格兰特身上 拿走了那把手术刀 紧接着他抬起手将灯泡变暗 而观察众人的胡子哥 急忙把夜市仪打开 他可不想错过接下来的好戏 随后从沉睡中醒来的乔丹 通过微弱的灯光 发现卷毛不见了 正当他准备叫醒旁边的格兰特时 卷毛抓住他的头发 把他甩到一旁 好在乔丹的尖叫声吵醒了格兰特 格兰特这才躲过卷毛的致命一击 但他的俗骨被卷毛打断了 愤怒的他在反击中将卷毛按倒在地 两个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就在卷毛占据上风 准备杀死格兰特时 乔丹趁机将他打倒在地 然后他用手术刀抵住了卷毛的脖子 这时旁边的阿美小声念叨着 杀死他杀死他 而格兰特急忙劝告乔丹冷静 不要丧失人性 乔丹在挣扎片刻后放过了卷毛 这一幕也被胡子哥看见了 他很气愤 因为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地下第22天 乔丹用之前扯下的电线捆住了卷毛 他告诉卷毛 实验者把他们带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希望他们变成野兽 他们是人类 不是野蛮人 但卷毛却毫不在意 他表示自己只想活下来 自己不想成为干尸 只要他活下来 哪怕是吃人肉 自己也在所不惜 他的一番话彻底激怒了乔丹 他直接用手术刀威胁卷毛 如果再随意行动 那自己就会划开他的喉咙 说完他便静止走到出屋室喝水 这时他发现 出屋室的木门可以上锁 但他推不动内杠 他感觉或许是因为 门杠上的铁皮力有机关 所以他才无法推动门杠 地下第23天 格兰特越发虚弱 被捆住的卷毛 则一直在蛊惑众人 杀掉格兰特 吃下他的肉 格兰特也意识到 自己命不久矣 他提醒乔丹 到那时自己可以奉献身体 但乔丹却不愿意 他还是认为 人类之所以是人 是因为他们拥有天性 而不是屈服于欲望的野兽 此时阿美在一旁 面无表情地看着二人 他真的太饿了 地下第24天 冲突爆发 黑发哥率先将乔丹 打棍在地 等到他醒来时 他看到阿美和黑发哥 正在围攻格兰特 但随着卷毛的助威声 格兰特被二人打倒在地 紧接着 他们将格兰特 拖进幽暗的走廊 等到格兰特被杀死后 黑发哥和阿美 拿起地上的手术刀 面无表情地走进了走廊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品尝美味的生肉 地下第25天 乔丹被其他人捆住 卷毛被放了出来 除了乔丹外 其余人都已经吞下了 格兰特身上的血肉 此时卷毛走到乔丹面前 他微笑地表示自己不在乎 乔丹骂他们都是魔鬼 乔丹可以继续坚守人性 或者加入他们努力活下去 他还声称 格兰特的味道非常美味 话音刚落 乔丹告诉他 他一定会死在这里 卷毛听完后恼羞成怒 他将乔丹打倒在地 就在他准备杀死乔丹时 一旁的阿美制止了他 因为活人比死人更容易储存 他们需要活着的乔丹 之后众人彻底沦为猛兽 伴随着血肉的咀嚼声 背对着他们的乔丹 放下了墙壁上的计数器 与此同时 胡子哥看着屏幕里 乔丹的眼神有点惊讶 他感觉乔丹好像猜到了 摄像头所在的位置 地下第二十几天 乔丹一直在试图挣脱绳索 这时阿美像往常一样给他喂水 他喝完水后 劝告阿美不要被卷毛控制 这样阿美也会沦为食物 谁知阿美笑着表示 是自己蛊惑的卷毛 卷毛就像一条听话的狗 是自己来决定谁生谁死 而不是卷毛 随后阿美和卷毛进行了雨水之欢 这下卷毛彻底被他玩弄在鼓掌之中 地下第二十八天 黑发哥精神崩溃 他疯了 他趁卷毛走进乔丹时 一口咬向阿美 卷毛在情急之中 用手术刀杀死了他 而胡子哥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一切 当乔丹一行人的行为越发激烈时 他内心的罪恶感就会越发减少 这也是实验的目的 他试图用实验安慰自己 人类在饥饿难耐下都会啃食通俗 这代表着他当初吃掉母亲的行为是正确的 地下第二十九天 乔丹趁众人睡觉时挣脱绳子 他还偷偷拿走了卷毛手里的手术刀 紧接着卷毛骤然惊醒 乔丹见状立即跑进走廊 卷毛紧随机后 在幽暗的走廊里 乔丹挥舞手术刀划上了卷毛的眼珠 他也因此顺利逃进储物间 卷毛本想伸手挡住木门 谁知他的手掌反而被木门夹断 此时乔丹捡起石头 扎扁了门杆上的铁皮 扮起了卷毛的咆哮声 他推动门杠锁上了木门 同一时刻 胡子哥惊慌的想要用电脑打开木门 但由于铁皮受损 他的机关失效了 这也是胡子哥第一次感觉实验有点失控 而他对乔丹则更感兴趣 地下第三十天 枪壁上的技术机成功转了一圈 卷毛和阿梅都为之欢呼雀跃 他们以为这样自己就能被放出去 而胡子哥大笑着看着二人的举动 他看到二人从心情若狂到痛苦绝望 他感觉自己又重新找回了对实验的掌控 地下第三十一天 阿梅通过木门向乔丹求救 他希望乔丹打开木门放自己进去 他还声称卷毛睡着了 但乔丹通过门缝看到 卷毛正虎视眈眈的站在阿门身后 他知道这是阿梅的谎言 于是他拒绝了阿梅的提议 地下第三十三天 乔丹为了保持理智 不断回忆哥兰特生前念诵的那首诗 现在只剩他活下去的就是对阳光的渴望 与此同时发疯的卷毛将阿梅活活掐死 就在下一刻 寻声赶来的乔丹用手术刀划开了他的喉咙 伴随着血液进入气管的声音 卷毛倒在地上死掉了 突然乔丹对隐藏的摄像头说道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这句话让屏幕后面的胡子哥大为震惊 他开始畏惧乔丹的冰冷的眼神 然后乔丹表示自己宁愿去死 也不会吃人 自己不会失去人性的 紧接着他拿起骨头砸碎灯泡 然后他用鲜血在铁桶盖的背面 洗完便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同一时刻胡子哥焦灼的望着屏幕 乔丹的行为让他的罪恶感越发严重 他很想知道铁桶盖背面到底洗了什么 地下第36天胡子哥再也忍不住了 这几天他看到乔丹始终没动 他感觉乔丹真的死了 于是他放下绳梯进入地下 他利用手电筒的灯光 找到了铁桶盖和一旁的乔丹 他急忙将铁桶盖翻过来 直接上面写着一会儿见阳光 这是之前格兰特念诵的诗句 就在下一刻 撞死的乔丹将骨头捅进了胡子哥的腹部 他告诉胡子哥自己赢了 然后他爬上升梯 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地面 阳光照耀在他的身上 他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句话 一会儿见阳光 整部电影是关于绝境下的人性探讨 人类在陷入绝境时 罪恶将会四处蔓延 唯一可以坚守的就是心中的人性 而人性就是女主的信仰 对于其他人而言 女主的所作所为就是对于他们的嘲讽 这也是胡子哥进行实验的目的 他妄讨用其他人的罪恶来减轻自身的罪恶 可结果就是 他最终还是被罪恶吞噬 也许这就是导演想要告诉我们的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守人性 好了 我是不喜家安部 我们下期再见 不 Pride bij北京 来 来 行 呀 啊 啊